美爆了,长安诺发布最新片花,杨超越古装温婉大气,有被惊到。 4月22日,电视剧长安诺公布了时常常打8分钟的片花,迎来众多网友讨论,不得不说。 在视频中午51秒处出现杨超越的古装装扮气质十分好。 长安诺是杨超越首次接触的古装戏,饰演角色董若萱,扮相很是闲静。 种下满天心中,杨超越搭档许卫舟,上演一场浪漫恋爱故事。 在且听凤鸣这部古装戏中,杨超越出演天才少女凤舞,也将看到队友附近的身影。 杨超越近年参与的综艺节目数量十分多,包括横冲直撞20岁,心动的信号第二季,哈哈农夫,极客电音等。 至于杨超越在吐槽大会上的发言,笑导一众观众,杨超越太好玩了,面对网友将自己信奉为警力。 杨超越只言会以封建迷信的理由举报,因为图片太丑了。 之后,4月3日,杨超越社交平台更新了一组制服写真集,化身日系女孩,甜美可爱。